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的是一身我非常喜欢的皮衣 然后搭配一个高领的针织衫 很简约但是我觉得很体气的一件衣服 对我而言我觉得要过去第一件事是感受一下被时尚熏陶那么有气息 然后当然还要打卡拍照 然后也可以了解一下品牌的故事等等 今天我就推荐我脚上这双鞋吧 我觉得非常的百搭 不管是牛仔裤也好 西裤也好 甚至短裤也好 穿起来都非常的好看 最有挑战的 做饭吧 因为做饭你必须要掩饰出你的刀工 你不能像一个新手一样 所以我在进组前 我真的天天在学做饭 切菜 比较简单的就是大家生活 大家的工作很忙碌很辛苦 对于我而言呢 我是希望能够在收工以后看到一些让我比较治愈比较放松的东西 那我觉得很想想你就是玩的选择 再接再厉吧 这就不辜负大家对我这么高的评价 虽然确实是可能自己揽下的活比较多 想要做到每一样都能够拿得出手 每一样都能够对得起这个工作 这个职业 我觉得是对我而言让我比较有底气的 山蜜节可能就吃得比较健康 就是可能很多让我们快乐的分泌多半的食物都不吃了 只能是把身材把体型控制好之后 偶尔给自己一天的放松日或者一顿的放松餐 满足下自己内心的多半的那种要求 我一般是十天一次 我个人收到的节日礼物 我觉得还是比较应景的节日礼物 比如说新年可能就是收到一些红红火火的东西 圣诞节可能收到一些袜子里面藏的一些小礼物就好了